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14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湾社会近年来逐渐地迈入双薪家庭 因幼儿照顾 仰赖 专业托育人员 以及儿少福利机构 为了鼓励具有专业 爱心和热忱的托育工作者 台东县政府14号举办了表扬活动 同时县长饶庆林也宣布 将会提高私立托婴中心的补助 未来不论公托或私托机构 收费将完全一致 用心照顾 静静业业的注意每个安全环节 从县长饶庆林手中接过红棒 台上这位专业保姆林素甘 从事托育工作已有22年之久 因着对父母离异的婴幼儿无私付出 货班优质托育人员特殊贡献奖 他因为父母的关系 所以全年都跟着我 24小时都跟着我 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在照顾 今年台东县共有30名优质托育人员 及儿少福利机构获奖表扬 尤其近年来台湾社会迈入双新家庭时代 照顾应幼儿的重任逐渐落在专业托育人员及机构身上 除了通过表演活动肯定鼓励从业人员 县长饶庆林也在场宣布 将提高私立托育中心补助 让家长负担与公立托育机构相同的月收费 营造友善的托育婴环境 我们从8月开始台东的公托跟私托 您不管送到哪一家托育中心 我们的付出的金额都是一样 那我们推动类公公化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差额补助 让我们的家长不管去私托公托 他的月费是拉成一致 家长只需要负担6500的这样一个费用 县福目前除了辅导5家托育中心 及托育人员加入准公公化方案 减轻新手爸妈的负担外 也新设了两处公共托育家园 并推出类公公化的创新托育服务方案 希望年前爸爸妈妈们能多生孩子 提高生育率 记得下家会台东市报道